妙光禅寺 举办玉佛园游会及书法比赛 共有6000多位信众参与 台湾佛教总会 中华佛教比丘尼协境会 屏东佛教会等三会联合举办玉佛园游会 继第四届爱道杯书法比赛 于日前在妙光禅寺盛大举办 与6000多名信众共相胜举 今天是台湾佛教总会及中华佛教比丘尼协境会 屏东县佛教会三会联合主办的 今年度的庆祝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火弹 那我们今年呢 有举办了第四届的全国的爱道杯的书法比赛 那还有最重要最特殊的是 我们今年呢还举办了深重组的比赛 就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 沙咪沙咪尼 那所以这个上场的时间在11点10分当中呢 我们就开始了比赛了 那今天呢我们也恭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 前来祖法 那祈求呢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山灾不起 巴难不生 来为众生来祈福 为国家来祈安 那今天呢 我们最重要的 还有我们的原油摊位 那原油摊位呢 有屏东县火教会及庙方禅室 那所以承揽了所有的这个原油摊位 那今天呢 我们的雨会的这个信众呢 也来自了全国 有将近了6000多人 会挤到这个会场进来 来参加这次的这个玉佛大典 那以此玉佛大典功德 再次的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健康 业障消除 胡惠圆满 此次原油摊位共有157摊 由屏东佛教会所属的寺院参与 另外也安排许多表演节目与奖项摸彩 让整个活动热闹滚滚 十方新闻 黄惠罗黄凯杰 屏东采访报道